有没有比 对啊 对啊 每一场都有专业摄影师 掌镜记录每个选手的跑步姿势 再将照片投上网 民众上网找自己 但想要下载 马上看到不可复制的字样 因为每张电子档要价473元 如果换实体照片一张 也要315元 一场活动若2000人参加 其中1000个人买一张照片 就能进到30万以上 看着民众很难自己拍成 动态间拍下的追焦照片 我们找到专业运动摄影师阿福哥 专场就是体育赛事摄影 像是赛车 脚踏车 路跑 几乎都要使用到追焦技术 想拍出动感 靠的是经验 小朋友慢力跑 摄影镜头跟着跑 配合快能抓到人物焦距 拍出来人物表情清晰又生动 但如果由非专业尝试拍 仔细比较 左边人物脸部和身体都相方清楚 而非专业平面摄影则焦距掌握不精准 因为他们比较等于说速度 他们可能不太会控制 不知道要怎么样的速度 让后面的弧的状况不太一样 想拍出速度感实在很难 追焦摄影讲究技术 也是很多摄影爱好特别喜欢的原因 跑步或是骑摩托车的时候 可以跟着跟他速度是一模一样去带 那个速度会更明显 所以他的焦距会更清晰 全民风雾跑追焦摄影变成一大双击 想要省钱 当然也可以上网找活动相簿 看看自己有没有出现在 其他摄影师的镜头中 东三新闻 蔡金章俊伟在台北报导 深夜食堂肚子饿了吗 今天晚上我们要带你看看 台中这一间仙科专卖